国际空间站现在非常尴尬 列宁9号火箭和波音的STARLINE飞船都出现了问题 这意味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 连美国自己都没有运输工具了 如果列宁9号火箭不能尽快解决问题 那么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俄罗斯的飞船了 但问题是在俄乌战争后 美国就一直对俄罗斯不爽 在国际空间站上一直针对俄罗斯 此时想要求俄罗斯办事估计不太现实 这对于美国商业航天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打击有多大呢 这咱们就得先来了解一下NASA为啥要搞商业航天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实施之后 NASA收到了一众媒体的口诛笔罚 认为NASA机构臃肿 效率低 还老是出事故 必须进行改革 恰逢当时在台上的是提倡小政府 减少管制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 于是小布什在2004年制定了美国太空探索政策 准备在2010年左右将航天飞机彻底推移 同时削减了NASA的经费 NASA一合计 既然你都说我烂 那我干脆就白烂了 直接全盘商业化 让商业航天公司负责往返国际空间站的运输 NASA只要出钱招标 当个监管审核的甲方就可以了 于是在2006年 NASA启动了COS计划 在之后的5年内投入了5亿美元 设立多个项目 向各家商业航天公司招标 按照NASA的规划 他们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然后培养出一堆的商业航天合作伙伴 我给钱 你们办事 大家相互竞争和配合 一起把航天事业搞好 比如SpaceX和波音的Starline 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老实说 SpaceX表现确实不错 2011年最后一架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SpaceX临危受命 承担起了向国际空间站运输货物的任务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家 向国际空间站运输货物的私人公司 但运货解决了 运人也需要解决 在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美国宇航员都得借用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俄罗斯人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飞船的票价是翻着跟头都往上涨 2008年 单人票价还只是2100万美元 到了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的时候 就涨到了4000万美元 之后更是一路涨到了一张船票 8600万美元的天价 美国人哪里忍得了这口气 向来只有美国人用科技霸卷载人的份 哪有这样被人载的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NASA在2014年 分别跟波音和SpaceX签署了协议 以42亿和26亿美元的价格 向这两家下了大订单 也要求他们建造出 能够载人往往国际空间站的火箭和飞船 这就是波音STARLINE飞船 和SpaceX的猎人巨王火箭 龙飞船等项目 按照NASA的计划 这两家公司中 一家是老牌航天巨头 经验丰富 产品成熟 可以用来兜底 SpaceX是新进的航天巨头 有创新和冲击力 很可能创造出一些奇迹来 两家相互竞争 互为备份 NASA只要当个最后验收 出钱的甲方就好了 完全不用背锅 这岂不是美灾 然而令NASA没想到的是 这两家公司会同时出现问题 一下子把NASA的节奏打乱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实话是说 如果光看SpaceX的表现 那么NASA商业航天计划 还是很不错的 但问题是 就只有一家SpaceX 并不能改变美国航天整体的危机 那万一哪一天 马斯克不想干 或者干不动了怎么办 真正的问题在于 美国商业航天相关产业链 全线溃败 这一点在波音的StarLine飞船上 体现的尤为明显 甚至可以说 波音的StarLine 就是美国航天 彻底商业化的一个照妖镜 照出了美国航天界的 各种妖魔鬼怪 波音的StarLine飞船 跟SpaceX的龙飞船 是同一年立项的 拿到的合同金额 比SpaceX高了真正18亿美元 但是波音却拉垮太多了 StarLine飞船原点于2017年左右服役 但是直到今年6月5号 才发射上天 以预期的首飞时间 晚了真正7年之久 更抽象的是 严纯交火这么多年 依然到处都是问题 先是在发射之前就被爆出 存在氦气泄露的问题 但波音和NASA评估之后认为 泄露的量不算大 漏就漏完 反正也就待个时间半个月的 我们待的量多 完全苟用 等正是发射之后 在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推进器 点火故障的问题 StarLine总共有4个推进器端口 每个端口又有3个姿态控制推进器 主打的就是一个备份多 但是吧 也不知道波音加这么多容易备份 是不是对自己的产品心里没敌 在对接的过程中 StarLine一个端口的推进器 未能成功点火 备用推进器在点火25秒之后 也发生了故障 吓得国际空间站 一度拒绝了StarLine的对接行求 怕它一个不好 直接一头撞到了国际空间站上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备份推进器 成功点火 StarLine这才完成了 与国际空间站实现的对接 总算等到StarLine 挂在国际空间站上之后 宇航员们进行检查 又发现部分氧化剂的隔离法 也存在问题 得 这次StarLine 拯救一个冰秧子 浑身都是毛病 这其实就是美国商业航天的一个缩影 因为制造业空心化 美国很多商业航天企业 只能向其他国家采购零部件 因为采购的零部件太多 范围太广 随便哪个出问题 整个航天计都得跟着遭殃 就比如波音飞船 就有网友说 是因为波音用了印度和土耳其生产的 不靠谱阀门 导致飞船各种漏气 其实这种说法是对新闻的误读 波音之前确实被FAA立案调查 因为他们从土耳其采购的一批太核精灵部件 说是咱们中国宝泰公司产的 但是宝泰公司很快站出来说 根本没这回事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我们根本没卖给过土耳其 他们那啥证书都是伪造的 这锅我们可不背 其实就连印度和土耳其也背不了 为啥这么说呢 之所以StarLine飞船 到现在还没能确定返回地球的时间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波音在地面上进行了几次实验 虽然没能复现StarLine飞船上的故障 波音说还得再进行几次实验才行 但实际上StarLine飞船的故障 早在几年前就被爆料出来过了 在2022年就有媒体爆料 StarLine飞船在发射前 飞船上的24个推进器阀门 有足足13个出现了推进器阀门卡色 无法打开的问题 按理说吧 出了这么严重的故障 波音应该要进行彻底的归零 找出故障原因彻底解决 但是当时波音的StarLine项目 正在面临很大的压力 马斯克家的载人龙飞船 已经多次完成了载人航天任务 接送了好几批美国宇航员 马斯克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炮轰波音 说他们根本就是在浪费美国民众的钱 拿着远比SpaceX高得多的订单价格 却连一次载人航天任务都没完成过 这种局面下 就算是DASA再偏信眼 也得考虑一下大众的感受吧 国会老爷们的质疑 让波音很尴尬 如果不能尽快解决问题 那么很有可能失去未来的航天订单 与此同时 多年的延期也让波音的STARLINE项目亏损严重 预计的超值金额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亿美元 所以 在航天的科学严谨精神与订单之间 波音不出意料地选择了赚钱 直接突破了底线 波音和NASA工程师团队认为 阀门之所以会出现问题 主要是因为长门推进剂和铝合金阀门 在佛罗里达发射场的潮湿环境中发生了反应 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多扔一些干燥剂 保持阀门区域的干燥环境 什么 你说这些故障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必须得经过多次试验浮现故障才能反省 那不得试验到后年满月去 攻击怎么办 订单怎么办 奖金怎么办 浮现 浮现个屁 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这么上发射台吧 波音的这种操作 放到中国来 得看待一大片航天人的 同样是出现故障 同样是进行归零工作 我们的长城五号发射实力之后 中国航天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归零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总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地面实验 对30多台同型发动机进行了考核 总试车时长超过5万秒 终于复现了故障所在 并且进行了彻底的升级改造 解决了问题 这才有了长城五号连续11次的成功发射 这才成功完成了天空空间站 长额探月工程 天问火星探测工程等一系列举时瞩目的航天工程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 对于全面商业化的美国航天来说 订单和利润才是各家商业航天公司追求的第一目标 一切目标向前看 即便是阀门供应商洛克达英公司提出 阀门卡住 其实是因为波音用了一种化学清洁剂 造成了腐蚀 即便是长达9个月的调查实验中 波音也没能复现故障所在 但是Starline飞船 还是就这么上了发射台 然后就在全世界面前表演了一下 什么叫上得去下不来 所以啊 商业航天的第二个弊端就是 商业公司只管挣钱 其他的真没啥底线 你说靠着这些人能不出问题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盲点 那NASA呢 作为事实上的甲方以及航天管理部门 NASA好像在整个事件中隐身了 NASA难道就不管一管波音的这些操操作吗 真就这么放波音的飞船上天了 一点监管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诶 实际上 NASA还真有起到过作用 只不过是负作用 其实就在今年的5月份 也就是Starline飞船上天的前一个月 一家航天阀门制造商 WelfTech 还曾经对NASA和外界发出过严厉警告 敦促NASA暂停波音Starline飞船的发射 这家公司为啥站出来警告呢 原因是他们前段时间在洛克达音公司打官司 认为洛克达音公司侵犯了他们的职产权 把他们的部分阀门设计 用到了他们没有授权的飞行器上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你猜的没错 在调查的过程中 WelfTech发现洛克达音公司 把他们的部分氧化剂阀门设计 用到了Starline飞船上 问题是 这些设计根本就不是为了载人飞船设计的 它用在小型的无人卫星上没问题 但用在了大型的载人飞船上 完全无法满足安全性需求 搞不好是要出人命的 NASA和洛克达音却出面反驳了这说法 认为WelfTech是在小级大作 虽然洛克达音确实超了他们的部分设计 但Starline飞船上的阀门设计是升级版的 WelfTech根本不懂设计 实际上 WelfTech已经从事航空航天律多年 长期为国际空间站宇宙神火箭的航天项目供货 但是NASA和洛克达音说你不懂 那WelfTech也只能是不懂了 WelfTech之后还是撤回了他们的声明 Starline飞船还是继续上天 然后氧化计阀门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实际上 NASA这种亲自下场拉偏价的行为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早在几年前 马斯克指责波音浪费钱财的时候 时任NASA副局长肯报我索克斯 就站出来反驳说 NASA认为给波音的钱 代表了任务的适当价值 没有证据说明 波音原本愿意接受更低的价格 你说NASA一个假房 为啥要给波音喊冤呢 嫌自己的钱花得太少 事情的真相 或许还真的是这样 上面说到的洛克达音公司 从1960年代开始 就是火箭发动机的主要供应商了 包括著名的土星5号 雷神 宇宙神 以及航天飞机 都有用到他们家的火箭发动机 堪称液体火箭巨头 NASA推行商业航天就离不开波音 因此对波音总是网开一面 站在波音阵营的航天巨头 还远不止洛克达音一家而已 2006年 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合资成立了联合发射联盟 而Starline飞船的发射 用的就是ULA的宇宙神火箭 洛克希德马丁的大名 恐怕就不用我再详细介绍了 这是一家足以跟波音齐名的军工复合体 在航天领域 同样是经营了几十年 所以 实际上 波音的Starline飞船 以及其他的重大航天项目 代表的并不只是波音一家的利益 是整个美国老牌航天业界的利益 当年NASA的航天商业化转型 背后有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些企业在推动 当初的NASA是包括洛克达音在内的 大批航天供应商的下架 但在商业航天计划之后 NASA自费武功 基本上失去了生产制造的能力 这些航天供应商 顺势转投波音 落马 形成了庞大的航天联合体 几乎代表了整个美国航天界 他们互相捆绑 互相联合 共同从NASA的商业航天订单中 获取利益 而面对这样的庞大利益集团 NASA根本无力监管 甚至NASA的不少高管 还直接与他们沆血一气 正确的商业航天发展思路 应该是将商业航天作为一个补充 像NASA将所有的航天发射任务 都交给商业公司 只会导致NASA在关键时刻 既不能自己上阵 作为最后的辈分 又无力对大型商业航天公司进行监管 现在还有SpaceX作为辈分 但哪天要是SpaceX也加入了波音正义 一起赚钱了呢 美国航天又该指望谁呢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